Hello 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悠儿AI技术学堂 那么最近呢小悠儿刷小红书呢 被这些可爱的图片呢给吸引了 那这些图片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看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非常的可爱 它的风格啊 就是这种简约的漫画风格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点赞呢 已经达到了1.5万的一个点赞量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小红书的博主栏 我们进入它的页面一看啊 它的所有的图片都是这些深层的这些可爱的一些图片 那么这里呢还有这个漫画风格的非常的可爱 那它所有的图片呢都是这么可爱 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图片都是这种非常可爱的 那还有这个 那它的一篇小红书呢 就已经达到了20万的一个点赞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样的图片呢 这里都是用AI深层的 这里是一个艺术插发 包括一个密精力啊 它是用密精力生成出来的 这样的小红书账号呢 起号非常的快 并且呢它真的非常的简单 他们呢只是分享一些图片 可以看一下啊 分享的全都是一些这样的图片 如果说你也想做一个小红书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些AI的 一些可爱的一些图片 OK言归正传啊 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图片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那么接下来呢 小红书就带着大家呢 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图片呢 它是用怎么做 它是怎么生成的 其实这里用到的工具呢 都非常的简单 我们其实真的用AI就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那一个呀 会用到我们那个恰GPT 还有一个呢 就会用到我们的一个米精力 米精力呢 这两个工具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可可爱的图片 到底是怎么生成的 如果说你想制作一个小红书 或者说你想学一个绘图 记得订阅小红书的频道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首先呢 我会直接用一个恰GPT 这里呢 小红书用到的是一个GPT4 一个plus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升级 描述栏呢 也有一个成品账号购买 还有一个这个米精力 或者GPT升级的一个教程 我会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里我直接问GPT 都有哪些可爱的动画风格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他告诉我们 有一些可爱的动画风格 特别有一些 有特色 有吸引力 首先一个日系卡通风格 还有一个迪士尼风格 还有一个匹克斯风格 那还有一个工作室 吉普利风格 还有一个简笔画风格 还有一个超级变形风格 还有一个西方卡通风格 这几个风格呢 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风格 那这里呢 我又把这张图片啊 我们小红书的一张图片 那我直接就发给了GPT 我就问他 那这个呢 是一个什么风格 那如果说 你想模仿某一个小红书博主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保存一下 非常的简单 这里想要教一下大家 那比如说这个 我们点开 我们用鼠标点击一个右键 这里有一个下载图片 那我们直接把它下载下来了 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片 把它保存到你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用到一个 这里用到一个密尖里 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GPT 那为什么建议大家 一定要来升级你的一个GPT 如果说你是GPT3.5的话 它没有一个实图的能力 我们用GPT就是可以去 了解别人用的是一些什么风格 这里我们直接点击 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像链接一样的 我们点一下 从电脑中上传 直接把我们刚才的这张图片呢 给它打开 那这里呢 就上传好了 那我们这里直接问GPT 张图片是什么风格 那我们直接问它 这张图片是什么风格 点击这个发送 只有GPT4或者4欧 它才有一个实图的能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升级一下 我们的一个GPT 这里它告诉我们 这个呢是一个日系插画风格 这个是一个日系插画风格 一个非常可爱的日常的一个风格 那如果说你想生成一个 它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让它提取 让它提取这张图片的提示词 这儿你还可以再把它上传一次 OK发送 那上面这张风格呢 也是一个日系插画风格 它是日系的一个插画风格 那这张呢 也是一个日系的插画风格 但是这个日系插画风格呢 它使用了一个水彩风的一个插画 那它就把里面的一些提示词呢 给提取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去生成图片 Let's go 那我们打开一个 笔尖里 那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提取它的一些 我们用AI来生成图片呢 也是为了就是一个版权问题 我们避免一个版权问题 我们可以生成一个类似的图片出来 不要跟人家一模一样的图片 再我们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Discord 我们再点这个按钮 把这个图片给它上传进来 比如说我们想 使这个它的一个 在双击Enter键发送 这里我用到的呢 就是一个以图生图 提取这个图片的提示词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 可以看到 它根据这张图片呢 帮我们提取了四组提示词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每一组去生成 这里我们可以把比例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一个9比16 这风格其实可以改成一个 漫画风格 那我们再继续第二组 把这个比例给它改一下 第三组 那它每一组的提示词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根据这个图片来提取的 还有第四组 这里我们就让它 先让它自己慢慢的帮我们生成图片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 在这一个提示词 我们用谷歌翻译 给它翻译一下 那风格我们可以用一下 比如说一个日系插画 日系插画风格 OK 这里我们就把这个直接 直接把它 把这个英语呢 我们就把它这里点一个复制 来到一个尾尖里 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 那这上面你可以看到 它根据这张图片 帮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些图片 OK 可以看到 这里 那喜欢哪一张啊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第三张还可以 第四张还可以 我们点击这一个优势 那这其实Mijini绘图呢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之前小鱼有讲过一期 Mijini从入门到精通 如果说你一点 Mijini的一个基础知识 都没有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这个 描述栏和右上角 大家可以先学习一下 其实Mijini 做出来的图片的效果 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可以看到 这个是刚才生成出来的 一个效果 非常的独一无二啊 如果说你想要 只是想要其中的一个人 那么你可以直接呢 去用一些 裁剪工具啊 直接把它裁剪就OK 这样我们就把这张图片 保存一下 这个呢 是我刚才根据这个 根据我们刚才 自己的一个提示词啊 也就是GPT呢 帮我们提取出来图片的 一个提示词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圆图 我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这个是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漂亮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呢 是圆图啊 它的耳朵还保留了 耳朵是这种 像三角的一样的 它的风格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更漂亮了 比起这个 这个真的 这个更漂亮了 那喜欢哪一张啊 我觉得每一张都非常的不错 每一张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把它全部点 上面的这个 U1 U2 U3 U4 那想要提示词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么现在是这个风格 我们现在想要换一个风格 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 我们刚才这里有一个提示语 那我们回到GPT 这下我们来一个水彩风格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直接改成一个水彩风格 复制 然后来到 来到 那在后面输入一个 它的一个比例 加上一个版本 这里空格一下 可以看这个真的非常的漂亮 每一张都非常的漂亮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风格 刚才我们为了 我们问了GPT有哪些风格 可以看一下 那有 有水彩风的一个插画 有 轻小说插画风格 那么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风格 真的我觉得 绘图太有意思了 有时候绘图都停不下来啊 我觉得一张比一张好看 那还有什么风格 我们可以通通给它展示一遍 还有个新 新海城风格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真的太可爱了 这个风格 下面还有 这个最后一组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 看一下 这个是新海城风格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风格呢 可以看到明显有一些不一样 那和这个风格呢 也有一些不一样 那这些可爱的图片真的 你把它放到小红书上面 相信你也会快速的起号 我们这儿再换一个风格看一下 我们用同样的一个提示语 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GPT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有必备的一个GPT 一个密尖 这个是小约最常用的两个软件 大家一定要有 那我想来试一下日系卡通风格试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参数给它复制到后面 那么我们就每一次就不用再去管这个参数了 就直接就可以生图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系卡通风格 再来一个迪士尼风格 还有一个匹克斯风格 这个呢是日本插画风格 跟刚才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 这个呢是一个迪士尼风格 非常的不错 很明显 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一个迪士尼的一个风格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 匹克斯风格 这个是一个匹克斯的一个风格 真的每一张都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吉普利风格 那这我们换个衣服吧 红色衣服 匹克斯风格 它的风格不是特别突出 这个迪士尼的风格 这个是有一点 那我这想把它改成一个迪士尼 我这真的绘图太有意思了 我想试一下迪士尼3D动画风格 OK这个红色的出来了 这个是刚才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吉普利风格 吉普利风格 这个呢是非常的漂亮的 简笔画风格 简笔画风格 其实很多风格它是可以融合起来的 大家可以 也可以去尝试 那么这里简笔画 我想再插一个水彩风格 那我想看一下是什么样的 这个 有些漂亮啊 这个真的非常的漂亮 稍等一下 那么这个是迪士尼3D动画风格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那这个真的 这个图片 我觉得你放到小红书上面 应该能吸引不少的一些大小朋友 那很多风格啊 可以看一下 可以融合起来 那么这里 为什么小鱼会讲到这一个 迪士尼3D动画风格 那么之前小鱼的另外一个频道 那么小鱼的这个频道呢 我给大家讲了两个啊 生成一个3D动画教程啊 非常的火 大家都想知道这个迪士尼3D动画是怎么生成的 如果说你也想做这样的视频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小鱼的这两个视频 这个做出来的风格啊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种图片的一个风格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那这里各种风格大家都可以来尝试啊 真的非常的漂亮 还有简笔画风格 还有超级变形风格 西方卡通风格 我看一下这个西方卡通风格 是个什么样子的 那这呢 再给大家生成最后一个羊毛毡的一个风格 之前小鱼有讲过啊 这个风格是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所谓的西方卡通风格 这个有点像动画啊 大家看过动画片的都知道啊 这个非常接近一个动画啊 非常的 也非常的漂亮 那么喜欢哪张图片呢 你可以直接啊跳得很开心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这一张图片给它点击的对应的一个啊 把它放大 我觉得真的每一张都非常的漂亮 那真的要全部把它保存下来 最有特色的啊 就是这一组3D动画风格 那么你这里可以把你想要的图片全部都给它保存下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图片全部给它保存下来 我们点击这个图片 点击在游览器中打开 那这里所有的图片保存好之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生成的这一个图片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制作的图片 看看你更喜欢哪一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么绘图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接下来呢我们图片制作好了之后呢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看一下小红书博主它的一个文案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笔记是怎么发的 那这里除了发小红书大家还可以 之前小游也给大家讲过啊 你可以注成一个Fiverr 你也可以在这个上面来售卖你的一个AI生成的图片 或者制作的视频 除了这个呢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小红书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来的小红书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发展 我们看这个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播放量啊 它的一个点赞就达到了20万 我们点开看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都没有什么文案 非常的简单 一个艺术插画鼓风 这里就打了一个标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文案 那这个呢也是啊一定就是就是有一个标签加一句文案就完事 那你可以呢让GPT帮你生成对应的一句文案 可以看到这个要喝徒弟亲手包的多肉葡萄柠檬茶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端着一杯茶 这个问题其实啊一个小红书的笔记 米筋里我们也可以交给GPT 那这里非常简单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电脑中上传我们的一张图片 根据这张图片给我一句 年段的小红书文案 一句 那这里呢我就给它这样我们把图片上传之后呢 就让它根据这张图片呢给我一句简短的小红书文案 比较吸引人的最好呢再添加一些可爱的符号 OK我们就直接发送给GPT 这个就是GPT呢它直接根据图片帮我们生成 这个GPT它是懂小红书的 这里连这个标签都帮我们生成出来了 那这儿我们直接复制 打开小红书 点击这里有一个发布按钮 左上角这里有个发布笔记 我们点一下 我们这里上传图片 点击上传图片 OK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直接上传了六张图片 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文案展贴进来 那这里呢你还可以添加一些话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们呢有生成一个 这里面有一些风格在里面 我们也是让GPT帮我们生成一些可爱的 帮我生成一些小红书标签 根据上面图片 那同样我们还是把这个图片位给它 OK直接发送给它 那这儿它给我们排序了 我们不需要排序 OK这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标签复制一下 那这里我们就把我们的标签给它粘贴到下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就OK 那么你比较喜欢哪一张 你想让哪一张作为一个封面图 这里你可以直接拖动这个图片 点击一个发布 OK这里发布成功了 那么我们回到一个首页 回到首页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点一个五 OK这里面呢 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我已经发布成功了 那么这种小红书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这里它的一个风格 那你可以啊 你这里的文案呢 你还可以写得更长一点 那么长短呢 那取决于你啊 你想写长一点 同样就是直接让GPT来帮你把文案写得更长一点就OK了 那小红书账号呢 其实你可以快速的起号 那可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变现方式 那这里可以定制 需要临摹或者头像的 它可以直接给你创作 当你的粉丝起来之后 后面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来接一些单啊 比如说制作一些壁纸啊 手机壁纸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啊 直接帮别人做图 OK那今天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你们学会了吗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 还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